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23年11月20日 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那申请美国签证呢 有不少人是DIY申请的 甚至有很多人觉得呢 签证申请啊 天然就是应该DIY的 毕竟呢 自己对于自己的情况是最了解的 自己办自己的事情啊 像是申请签证这种比较重要的事情呢 肯定也是最用心的 确实啊 美国签证的申请呢 是可以DIY的 当然也可以由签证代理递交 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也要说但是了啊 可以DIY和DIY能够过签 是两件事情啊 举个例子 就像是说 我可以追求刘亦菲 对吧 但是呢 刘亦菲肯定不会答应我的追求 那我可以申请去做马斯克啊 不管哪个公司啊 SpaceX还是特斯拉的全球副总啊 但是呢 马斯克肯定不会招我的 对吧 所以可以和能够呢 是两件事情 那回到美签啊 如果万一啊 我说万一 DIY美签被拒了 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今天想讲一讲这个话题啊 不少人呢 自己去DIY申请美签啊 至少在递出申请的那一刻啊 是信心满满的 或者说呢 至少在内心深处啊 是不太相信会被拒签的 否则你也不会做这个动作了嘛 对吧 你至少会对这个事情 有七八分的把握 或者至少有个五六分的把握 才会去自己DIY申请这个美签 那如果真的在面签过程当中啊 直接遇到了签证官的拒签啊 直接把护照扔还给你 告诉你啊 根据美国的法律 不能给你通过 那有一些人呢 是会进入一个短暂的迷茫期 或者呢 自我否定期 就觉得哎呀 是不是自己能力有问题啊 或者什么东西弄错了之类的啊 或者有的人呢 拒签完以后 出来以后呢 马上就非常冲动的 想要递交二签 去预约二签的面签申请啊 看看能不能翻盘二签 拿到这个美签 那我觉得呢 你先且慢这么冲动啊 且慢自我否定自己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趁着你的记忆还鲜火 赶紧把面签当场的经历 给记录下来啊 包括签证官的长相 签证官的态度 面签时候的问答的内容啊 他问了哪些问题 你又是如何回答的 最好精确的啊 全部把它记录下来 作为一个留底 那以后你记忆可能会模糊啊 但是你写下来记录下来的东西呢 永远是最准确最精确的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录啊 对于你申请二签的美签 非常重要的 另外呢 你DIY申请美签的话 你的DS160表格的底稿呢 也要保留好签了 不要一山了之 或者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啊 以后找不到了 那也是比较麻烦的 这个底稿呢 也是申请二签 所需要的一个基础材料 那我们来说一说 一签被拒签以后 接下来该怎么做 或者会怎么做啊 有些人呢 就前面说到的比较冲动 立刻就要DIY去二签 这些朋友呢 可以说是比较投铁啊 我也是很佩服的 但是呢 个人不太建议那么做啊 你立刻去DIY的二签 毕竟呢 第一次的拒签呢 其实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了 你被拒签呢 要么就是你本身的资质条件有问题 要么呢 就是你的能力有问题啊 这里的能力指的就是DIY 填写美签表格 申请美签这个流程 你有没有能力 handle这件事情 要么呢 就有可能是你的运气有问题啊 你可能跟签证官 气场不合啊 或者签证官是一个比较刁钻的 他的拒签KPI到了啊 看你面相不太好 就把你给拒了 那除非是最后一种啊 就是你的运气不太好 否则呢 你立刻就去DIY二签的话呢 大概率呢 还是踏入同一条河流 还是踩一脚泥被拒签 那另一种选择呢 就是咨询一下专业人士啊 像是罗宾大叔这样的签证代理啊 或者也叫签证中介 那你至少咨询一下 把你的情况介绍一下 从第三方的角度啊 听一听别人的看法 别人对你情况的看法 也许你就能跳出当局者迷的这个陷阱啊 有的时候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呢 总是从一个方向来看吧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比如说做一些研究啊 做一些这个科研的话 需要peer review啊 需要同行来进行一个评估 或者评价 那在签证申请当中嘛 你的这个peer就是 像罗宾大叔这样的签证代理嘛 对吧 从第三方的角度 给你一个咨询 讲讲别人的看法啊 可能呢 你对于自己的情况 又有了一个更加理性的认识 那听完第三方的说法 或者想法 或者看法的话呢 再来决定是不是要二签 是不是要立刻二签 是不是要立刻DIY二签啊 这个都是取决于 你听完别人看法以后的判断了 那还有一种办法呢 就是第一签去签了 那你二签呢 就找签证代理 或者签证中介啊 办理二签 这个呢 也是罗宾大叔比较推荐的 但是呢 前面提到的面签的过程啊 面签的这个问答的内容 以及DS160的底稿呢 是一定一定要有的啊 你最好保留好 另外啊 如果是申请二签 这个DS160的底稿呢 你自己也一定要过目啊 一定要过一下的 至少要保证底稿和你一签时候填写的表格呢 没有一个很大的 或者说本质上的 或者说逻辑上的差异啊 比如说时间上有差异 比如说工作内容 比如说最高学历上面有差异 如果有差异的话 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 那除非你一签申请 本身就是有虚假成分的 你这个有些东西 你就填的就是假的工作也好 学历也好啊 不管哪种啊 就是假的 那这个另说 那如果你是真实填写的话 一签和二签一定要保持一致的 做到这点的话呢 即使啊 你二签没有翻盘过签的话 至少也不会为你将来申请美国签证 留下一个比较大的隐患啊 这个所谓大的隐患 就是指你两次签证当中 你的签证申请内容 有一个巨大的差异 那就导致三千签证官 如果去调取你前面两个表格的话 这就会发现 就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 你总归有一个签证申请 肯定是非真实的 那这个三千可能就希望也不大了啊 那另外还有一种策略呢 就可以先缓一缓 你先不要立刻着急申请二签啊 先去干点别的事情 比如说先去别的国家旅行 比如说先去考个亚思 比如说先去换个工作啊 换个好一点的工作啊 或者怎么样的 不管怎么样 先干点别的事情 过一段时间再说 比如说过一个半年或者一年啊 当然这种策略呢 适合不太着急 立刻就去美国的 比如说像赴美生子啊 肚子已经大了 或者说赴美生子近期就是准备备孕 就是准备怀孩子的啊 或者呢商务出行的 商务出行这个日期一般是定好的 是不可能因为你的拒线而改变的 你去不了 那你的同事去啊 或者隔壁部门的什么小张小王去了 就你可能就去不了了 那如果你只是去美国旅游的 或者去探亲的 那你倒是可以考虑啊 先去别的国家转一转 旅游一下啊 也许呢 转一转以后啊 你的运气 你申请美签的运气呢 就转回来了 你再申请美签呢 就通过了 总而言之呢 DIY美签被拒呢 并不是世界末日啊 仍然你是有翻盘的机会的 当然前提是你在一签申请当中 没有乱搞啊 比如说表格乱填 或者说表格作假 或者说签证材料作假 或者面对签证官的时候 虚假陈述被签证官发现 指出来了啊 这些呢 就是基本无法挽回的拒签理由 那除了这些呢 还是有机会翻盘的 但是呢 一签每签被拒签的 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啊 觉得这个 纯就是运气问题 我再申请一次 肯定能够通过的 那万一你二签 三签也被拒签了 那后续确实就比较难了 关于这一块的问题呢 建议你还是向罗宾大叔啊 添加微信或者电报 付费咨询为好 可能呢 付一个小钱 就能省却你一个大麻烦 或者避过一个大坑 那如果对于申请美国签证 加拿大签证 或者瓦努阿图绿卡 瓦努阿图永居 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欢迎添加罗宾大叔的微信 或者电报付费咨询 瓦努阿图呢 是一个南太平洋岛国 提供一个快速低成本的 海外永居卡绿卡的申请通道 如果有兴趣的 欢迎联络罗宾大叔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